国足新一期27人名单公布 Evan直白的告诉世人 他要淘汰那些球员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小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咱们回到正题 国足新一期27人名单已经新鲜出炉了 这可真的是让人议论纷纷 不要着急 咱们就细细来分析一下这一份名单背后的门道 看看Evan教练 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这次名单和上一次相比 变动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那些曾经频繁露脸的名字 比如说像黄振宇 阿兰 刘洋 韩鹏飞 这一次竟然都不见了中友 相反呢 一些之前从未入选过国家队的新面孔 比如说像陶强龙 竟然意外的出现在了这一份名单上 这可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啊 那说到这个陶强龙呢 咱们也得聊一聊他的表现 作为一名进攻性的球员 一个赛季下来呢 他只贡献了一球两个助攻 这样的数据啊 在中超联赛里 充其量呢 也就是一个普通主力的水平 说实话 这样的表现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 他究竟是怎么有资格入选国家队的呢 相比之下 和他同位置的巴顿 那可是交出了两球七助攻的成绩单 那这样一对比是不是显得就不那么亮眼了呢 不过呢 咱们也别着急下定论 虽然替补阵容看起来变化挺大的 但其实仔细瞅一瞅呀 还是那一些老面孔在轮换 这一次新入选的球员 在中超联赛里的表现确实一般 甚至呢 让人怀疑他们的一个入选资格 但是伊万教练呢 可不是吃素的 他这么做呀 肯定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咱们也不妨来大胆猜测一下 伊万教练是不是想通过这一份名单 很直白的告诉世人 他打算淘汰掉哪些球员呢 毕竟这这么重要的两场比赛 他不可能还在考虑新人 选这一些看起来不太可能入选的球员 或许就是为了让他们走个过场 然后过几天 再公布23人大名单的时候 把他们除名 这样一来呢 既不得罪球迷 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岂不是两全其美 当然这只是咱们的一个猜测 不过话说回来呢 像陶强龙 王子明 韩佳琪 曹永靖 这一些球员 这一次入选 确实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 特别是王子明啊 虽然这一个赛季 他进了七个球 效率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进入十月份以后 他的状态是明显下滑的 上场都困难了 那这样的球员 按理说 是不应该入选国家队的 那么伊万教练到底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呢 咱们也不妨耐心等待几天 看一看他公布的 二十三人大名单里 这些新面孔 会不会真的被淘汰出局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不得不佩服一下 伊万教练的心机了 他通过这一种方式 既让球迷看到了 他选人的公正性 都巧妙地避开了 有必要的争议和反对声音 说到这里呢 咱们也得为这一些牺牲的球员呀 感到一丝一丝的满膝 陶翔龙 王子明 韩家祺 曹永静这一些球员 或许在伊万教练的眼里呀 只是用来走破场的 但是呢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呀 能够入选国家队 哪怕只是暂时的 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锻炼机会了 那希望他们呢 也不要因此灰心上气 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争取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再次证明自己 好了 视频前的朋友们 今天的关于这个话题 小周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 您对于这一次的名单公布 有什么看法可以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